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思想和科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的时代 一切皆有可能 得益于此,我们的生活也变得空前的富足 然而地球却被我们当作原料开采地 仿佛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我们不断开采自然资源,将其加工成各式各样的产品 在利用完之后,毫不留情地将其扔进垃圾桶 这一生产方式就叫做从摇篮到坟墓 不幸的是,这些产品在使用周期结束以后 被丢进了从来就不是垃圾处理厂的大自然 最终对动物、人类和环境都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现在,我们必须意识到 一方面,我们的地球只能负担有限的垃圾 另一方面,倘若我们继续以这样的生产方式进行下去 重要的原材料即将被消耗殆尽 我们丢弃的不是垃圾 而是数量有限的珍贵的自然资源 它们一旦被耗尽丢弃,便一去不复返 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因此,我们尝试通过一些方式来遏制它 比如,降低原材料的消耗 减少废物的产生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将零排放作为我们的长期目标 但是,零排放的目标真的能实现吗? 事实上,作为生物,我们必然会带来排放 那我们就真的无计可施了吗?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大自然是怎么做的 比如,一棵樱桃树 当樱桃树美丽盛开时 它也消耗了大量的营养物质 至于零排放,就更谈不上了 比如,它会排放出氧气 但氧气是生物赖以生存的物质 比如,它会产生枯叶 但这些枯叶并不被大自然当作垃圾 相反,它们能为其他生物提供养分 大自然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一切物质都能被当作养料继续加以利用 垃圾只不过是放错位置的珍贵资源 因此,我们应当以大自然为榜样 学习将我们的资源进行循环利用 这一理念也被称作《从摇篮到摇篮》 我们可以将资源的循环利用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生物循环 一个是工业循环 生物循环包括一切可在大自然中被完全分解的物质 在被分解的同时 它们不会产生有害物质 工业循环则恰恰相反 它包含了一切不可生物降解的部分 这些物质不能进入大自然 两个循环之间的区分至关重要 因此,我们的产品在使用周期结束后 必须能被分解成一个个组成部分 这些组成部分又将被当成原材料 用来生产新的产品 这些产品将不再仅仅着眼于减少对环境的危害 而是尽可能对环境产生积极作用 通过从摇篮到摇篮的生产方式 我们在减少消极的生态足迹的同时 也能扩大积极生态足迹 这也就意味着 当我们设计一个产品时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其各个组成部分使用寿命结束之后的命令 长此以往 我们将再一次与自然和谐相处 同时不必放弃我们现有的生活水平 从摇篮到摇篮的思维和生产方式 给我们提供了这一可能性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 践行从摇篮到摇篮这一理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